今天你們下班了啦 我是金童 相信大家那邊疫情的關係都已經有兩三年時間沒有出過國了 那最近隨著國界邊境陸續開放外加台灣入境的隔離天數降低呢 我跟小公主就有在討論說是不是可以回加拿大 因為她自己也好一段時間沒有回加拿大了 像本人呢 因為是施打高端的國家疫苗隊成員之一 如果你要去的國家並沒有認可高端疫苗 打高端的人要怎麼出國呢 金童這支影片都會教你耶 我跟小公主已經交往七年 她一直都很希望帶我認識她的國家以及家人 畢竟這七年我們都是在台灣過的 或許到了加拿大認識她的成長環境以及家人後 我們對彼此會有更深的了解 那這次跟小公主所做的規劃 我們在加拿大待大概兩到三個月的時間 因為她的家人就是散佈在加拿大的各處 我們要一一拜訪 其實有一點點的捨不得家人 很久很久沒有離開他們這麼久過 好朋友 再見 嗯 拜拜 我爸爸會想我 遭遇了 阿嬤 我要不要去啊 好 我要去啊 你吃了看我會像對的鑑魚 都鑑魚在那裡 好啊好啊好啊 炭錢了 對炭錢 炭錢 炭錢 我吃起來就乖乖 我愛你,我愛你 我愛你 它好像照出來到我裡面有一些危險的東西 精心用品 這什麼老人的笑話你也講得出來 稍微就是問了一下他們,跟他們聊一下天 他們說這一張是可以不用的 如果你要入境加拿大的話 我們現在的小黃卡是可以直接登記到他們防疫的APP上面 國際預防機是種,預防臭死證明區 國際就是跑了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打電話,然後先去衛生所 去了以後,大家又跟我說不行 不行了以後我就去醫院 去了醫院以後呢 排隊啊,然後身體東西啊 最後終於拿到這個東西 花了我一整天的時間 最後,欸?不需要 I'm sorry 避免黃皮書需要與否 還是需要看國家決定喔 但我自己是白跑一趟啦 我相信有非常多的精子們 如果最近就是對於出國日日預示的話 對於如果你當時是疫苗國家隊的成員 就是你一二劑勢大的高端疫苗的話 你要怎麼出國感到非常的困惑 我打過非常非常多的電話 然後詢問過非常非常多的專家們 專家們是告訴我說 你要去你的衛生所 把你一二劑的這個高端疫苗的資料改掉 因為我們一般人都打三劑 更改完了以後 你第三劑的疫苗就會變到第一劑去 所以你可以在上網再多去預約一劑疫苗 因為等於就是打第二劑 像我自己就是第三劑打的是BNT 第四劑打的是莫德納 四劑 懂嗎 像我就是新四劑福音戰士 謝謝 嗚嗚嗚嗚嗚嗚 好啦我們現在說疫苗被接 我覺得疫情對我們真的非常好 但我特別跟我們講說 我們坐的位置能方便 是能坐人的 一定就會認出來 我是一個明星的關係 因為我是世界最明星 你到加拿大沒有人會認出來你 我都聽到 我們的首要目標是西歐廣州的媽媽 但是她住在一個深山內 我們必須要先在溫哥華轉機 我找到了 你看 轉機過程被西歐廣州強迫吃這間素食店 看到這間提姆霍頓大排場 就可以感受到其地位 提姆霍頓是加拿大已故知名冰球球星 它創立的同名素食restaurant 在加拿大擁有3300家分店的密度 簡直又如台灣的competence store 它就是在2002年的朝園麥當勞 成為加拿大祖食天王 先來吃素餅 你們大家都很熟悉的東西 跟我們在台灣吃到一模一樣 沒有換成一模一樣 這種麵包 算是比較加強英式的馬克風 嗯 麵 麵 麵 我覺得沒有到很特別 它就是吃 麵麵 天啊 經過非常多小時的遷徙 我們現在終於到了 小公主母親的家 我覺得很驚訝耶 就是現在是夏天 但這邊天氣非常非常的涼爽 只有十幾度而已 公主媽他們的家房間不夠我們睡 所以我們就睡在這台露營車裡面 開門 欸 裡面其實很大耶 天啊 它什麼都有 它可以煮東西 有波爐 有那個突出來的地方 對 就是這個部分 喔 後退 開這個時候 這個一定要放進去 這台車真心是露營版變形 King Kong 才能夠去晚上睡覺的時候 還能化身成雙人床 它有冷氣有暖氣都有 哇 這可以睡兩個人 喔 好棒喔 台灣娃娃好吃驚 加拿大娃娃好吃驚 小公主媽媽呢 基本上住在這個地方 叫做New Denver 中文的資料上面 其實真的是不太多 叫做新丹佛 這個地方 它其實是一個小村子 住了大概五百個人 其實我覺得我是第一個Youtuber 但應該也會是第一個Youtuber 因為應該不會有其他人 來到這個地方來 一定會 啊 啊 這個地方已經安靜到 我覺得應該是非常非常安全 所以你家人也都不會說我們的那一種吧 不太會 最危險的是熊 Bears I just saw them I don't see them Where is that? 不行啦 它很危險 真的嗎? 他們會走到我們街上是不是? 如果他們的食物不夠 他們真的會來這邊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 them 不行 有沒有看到這個New Denver 到底有多麼的鄉下呢 像我所站在這個位置 就是New Denver最主要的街道 可以說是日本的信義區了啦 可是呢 也沒有什麼東西 那為什麼這個地方會叫New Denver呢 因為早期 美國的科羅拉多州 Denver 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採礦城市 他們在那邊發現了銀礦以後呢 覺得說太好了 這邊就是可以成為下一個絕金之地 所以叫這個地方新丹佛 結果沒有成大 大家來了以後呢 這個華礦的價格 直直墜落 直到地獄為止 當時周邊有一個叫做三丹的大城 規模比溫跟華還大 Can you believe? 新丹佛居山頓一帶堪比天龍國時 溫哥華的市政府 那才是一個小帳篷呢 不說你還以為是古代新聖素贏 如今溫哥華已經成為國際知名大城 而小公主媽媽家所在地 新丹佛居就成為了山中養老城 山丹呢 直接成為了一座鬼城 鬼城山丹現在成為了觀光景點 雖然 逛著逛著也只是覺得悲涼 真正在看那地方還有一座 有一個Wi-Fi 鬼城最完整的觀光資源 大概只剩這棟博物館了 可是我真的沒有什麼在看展 全程都在關注這個長髮 CP帥哥 他是博物館的導覽 既然在鬼城上班 究竟有沒有遇過鬼呢 有幾個瘋狂的事 所以我個人個人的 幾個星期前 我聽到有人在座房間 所以我叫他 那是瘋狂的 而且昨年也 第一次 這個小孩子 她在座房間 她說她在座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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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這只是小孩子 然後一星期後 另一個小孩子 她在座房間 她在座房間 她說她在座房間 她在座房間 所以那是瘋狂的 哈哈哈哈哈哈 剛剛導覽人員說 這邊 地下室有鬼 Beware of ghosts Oh my god 我相信真的有 好冷喔 不然這個溫度不會是這樣子 這邊太冷了吧 你進去快點 等一下 這一定沒什麼的啊 怎樣 看完博物館之後 我們來了 這邊的一個 被燒掉的一個礦場 當地居民都說 可能是因為小孩子在玩 就整個燒掉了 都市傳說 剛剛的那個博物館帥哥所表示呢 其實這附近的山喔 都是由銀礦所組成的 而且說滿地都是銀礦 有沒有可能 我們待會就找到銀礦呢 非常精彤一夜之風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喔 耶 Bitchman 當我們順著這條小鏡下去呢 我們就會看到一個什麼東西呢 小公主 這個小屋子 荒場 員工 還是他的主管之類的 Oh no 今天是我 回屋便廢墟 掰掰 掰掰 那這畫面為什麼看起來很像怪奇物 他們都騎很快 對 他們都騎很快 因為他們趕著要去辦事 對對對 OK 以上就是我們加拿大旅遊的第一集Vlog 我覺得來以前 其實我上網搜尋一些加拿大的景點 我自己是覺得加拿大看起來是略顯無聊啦 可是 一個地方好不好玩其實跟人有關係 你跟誰去玩你怎麼玩 才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其實如果你在YouTube上面搜尋 加拿大的三個字的話 你多半會搜尋到三個東西 打工 遊學 移民 所以我希望這些做出來可以提供呢 一些使用中文語系的人們呢 可以有一個很好的影音參考 And also you know what You know what If I'm doing really good at this Maybe some TV show will invite me Oh yeah Oh yeah yeah So we can travel the world Taiwan little dog travel the world Canadian little dog travel the world 以上就是我們加拿大的影音日記囉 希望大家會喜歡 Anything else to say? 我們要開一個加拿大的旅行社 然後帶所有的台灣人來這邊玩 Yes OK See you I'm Wait